多肉其实是好养活的 但是你一定要有方法 目前我这几个多肉 都是在某英里面买的 就是买的时候 是那种一箱一箱的 它就是一箱里面 大概有三四五种 然后也不贵 就二十多块钱一箱 然后我当时 我就是 就那一次一刷 我就买了五箱 然后到现在 你不是家里面摆自己拍啊 走路说对吧 现在的多肉 其他有三十克吧 就是我已经种了好几次了 就是因为买多肉 其实除了买多肉之外 你还要买盆 好像买土 然后包括盆啊土啊 其他都是有要求的 那盆的话 盆的话它就是要透气 一个透气一个吸水 就是你喷水的时候 它要一下子吸收 不然的话它就会积水 积水的话 它这个根就会坏掉 好像多肉养不过一个月 然后就是一个月 它没有生根的话 它就活不过来了 所以第一个 就是花盆一顿 挺很重要 我盆也买了好多 这些小的高的 也好可爱 对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土了 这些都还没种的 这个盆 这个盆也挺好看的 太盆 全都坏了 实际 因为它这些多肉 其实它 就是它有一个 我先下土收 土的话它就 我之前就买了 纯粹的颗粒土 就是那一小颗小颗 像石头一样的颗粒土 然后后来我又看视频 它说需要70%的颗粒土 就是营养土 跟那种颗粒土 是混在一起的 就是最底下的话 还要铺一层 那个叫铜 叫铜什么石 就是那种 像那种 就是小的鸡蛋一样 但是里面是空心的 就铺在下面 铺个五分之一 然后中间就放那种 70%的颗粒土 然后最上面 它如果说要放麦饭石 它说我没有买 我就把那种纯粹全部是颗粒的土 然后就放在上面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就是多肉怎么去种了 就是盆到了 土到了 那你就要种它了 但是种它之前 因为这些多肉 它其实都是脱土的 就它发过来的时候 它是脱土的 根上面没有土的 那有些有土的话 你就必须把土给去掉 就叫脱土 为什么要脱土 因为土里面会有一些虫乱 就不利于它的生长 所以你必须要脱土 脱土之后你要修根 我突然觉得我在做一个教学的 像型的直播一样 挺好的 挺好的 我也喜欢脱肉 就是 你要种我养的话 我还真不会养 刚好学习一下 对 然后就要 就要修根 它为什么要修根 我就好多好多学问在里面 就脱土 修根 然后呢 在酿肝 然后再接着的话 就是生根 生根在浮盆 浮盆之后呢 就是 等着它活过来了 你就可以去养肝 你说的这是好多专业词汇啊 你说的修根 是说那个底下 要把它画成那个 一个斜状吗 嗯 就是因为它进 那个是花 对那个是水养花 你看我这个不断意 然后呢 但是多了修根 它是 它是因为 就是 这个 这个是我 其实修根 就是把这个根剪短 就是它有很多 那些虚虚的根 虚虚的根 它其实是 是吸不到水分的 所以的话 它就要把它那些 砸的根 都剪掉 然后呢 把它剪短 就是不需要留太长 因为留太长的话 也不低于 它的水分的一个吸收 这个就叫修根 然后还有脱土修根 还有什么来着 深根 晾干 晾干 其实就是 其实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 就是 皮肤受伤了 就需要结痂 然后根的话 你把它剪了之后 它也需要结痂 就是它要愈合 对 所以 所以它在放到盆里面之前 它可能需要 两到三天 甚至 一个星期的时间 其实我这多肉 其实已经买了 快三个月了 我这已经快半个月 没有放进盆里面了 因为 我买 我买那个土啊 买那个盆啊 其实都等了好久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 我要几分大的 那几分大的 其实我都没有 没有 就是走 刚刚说的那些流程 包括那个土 就全部就是营养土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按照我之前 就是旧的思维吧 这样说 就旧的思维 就把那个多肉到了 然后直接把它放到图里面 我当时还拍了一个 开箱视频 多肉的开箱视频 拍到我的视频号里面 然后 但是后来 我看了视频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来自保证 就是 就错了 就是我 完全没有考虑到 就是没有想 完全没有想到 原来养多肉 真的 它是有步骤的 有方法的 难道我之前养的多肉 都没有超过三个月 都死掉了 所以这一次养了多肉 就是一个方面 我是多肉有很多 就情况下来 机率可能会很大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是 我是有看了视频 去学习 怎么种多肉的 所以 希望这一次 我可以有 有更多的多肉 可以留下来 太好了 太好 下次下次去重庆 一定给你了 好两个走 嗯 好好 我当然想 我说 如果我养了这么多 就是他们能活下来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送给 送给深圳的朋友 真棒 我每次去 我都被那些多肉 就是迷在那里 走不了 我好喜欢看那些各种 就是上一次是去哪里 去云南的时候 去旅行 那边不是 有一个叫什么村 那个村里面 就是有一块 吃东西的地方 它那个门口 全部养了好多 各种各样的多肉 哇天 我都走不了了 各种颜色 然后背得一个一个盘 一个盘 好可爱 我觉得 特别有感觉 我也很喜欢那个 但是我自己就 养不了 我就很难的 我就喜欢看 嗯 对呀 我说概率学 养多肉 嗯 我每次也是看到多肉 就是我之前上班 其实我之前养的时候 都是呃 我有单独买过 就是自己羊胎上种的 然后 然后呃 就是上班的时候 有放在店了旁边的多肉 但是基本上都没有 没有投过来 所以我现在总结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方面是 我不知道怎么去养 第二个方面就是 我觉得多肉 摆在那里就行了 第三个方面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生日的天气太热了 因为就是就是 除了放在呃 电脑旁边 另外就是放在阳台上 阳台上 你看 甚至一年四亿都是夏天 温度那么高 其实它 对 还有个温度也很重要 对 我刚想问你说 这个温度有没有要求啊 嗯 对啊 温度 就是30度以上的话 就是 嗯 呃 温度其实就关系到 浇水的问题了 就30度以上 你就要一次性浇够 让他们喝饱水 然后30度以下的话 你就 呃 它好像是说 一个月浇一次 还是多少天浇一次 就是不要浇太多水了 因为 就是温度比较低的话 如果水一直在里面 其实也会 那根会烂掉 嗯 然后呢 还提醒这儿嘛 嗯 对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 它养多肉 因为我看很多视频嘛 然后养多肉 它们就会说到 一个词 就叫化水 就是这个多肉 会化成水 然后我当时在想 我说 多肉怎么会化成水 然后后来 我就知道了 我大概猜啊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 多肉 就是你之所以看 它是肉肉的 其实它就是水做的 啊 因为它这些都是水 所以它才会看起来 这么饱满 所以它化水了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它活不下来了 要么是晒干了 就是这里面有些 你看 要么晒干了 是因为温度高 所以它晒干了 水分就是没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化水了 不是因为温度的原因 而是因为 可能是没通风吧 它就 它就融化了 像冰淇淋一样融化了 嗯 所以啊 养多肉 你不能让它喝太多水 也不能让它没有水 啊 包括 曬太阳 曬太阳 都不能曬太多 因为 我以前以为 我以前以为 多落它是 喜阳的 就是植物嘛 就是要放在太阳底下的 后来 我就是看了视频了解之后 我才知道 因为它是洗阴的 它就是它不能曝晒 它要放在那种 通风 然后 散光 就是不是直射的太阳光 尤其是中午的 大太阳 不能放在下面 去曝晒 但是它又需要阳光 因为我看另外一个 视频主 它说它说就是它要进行光合作用 因为它是植物嘛 然后我就觉得 对 它是植物 它要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还是要 需要晒太阳的 就不是说一直放在 就是那种 阴凉的地方 所以 除了中午 不要曝晒之外 就是上午下午 你可以 打出去 把它晒晒太阳 就给人阴药 比干一样 记得 特别记得 周围师好多询问 对 对 其实你看 就是我感觉 就是这个植物 更人 各种各样的性格 他喜欢这个 喜欢这个 得给他满足 他的这些要求 然后他就会活得很好 对 挺有意思的 是的 所以你下次来重庆 到时候你可以套一屯 带回去 人工带回去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它就是也 也要一点阳光 但是也不能直射 如果在外面曝晒 就很容易晒瓜了 对不对 对啊 然后浇水 晒干了 就晒干了 就这样子 晒干了 晒干了 那会坏掉吗 还是说他 比如说他 你如果几天 不给他浇水 会不会就死掉了 比如说不晒太阳 没有晒到太阳 嗯 会太多了 对晒多了 晒多了 它就干掉了 就是它没有水分了 它直接 就时间久了 它会自己死掉 就是因为 我之前 因为重庆 应该不止重庆吧 就今年 夏天 屋子都很高嘛 然后我之前 我是在几月份买了两盆 两盆多肉 它那个是带土的 带土带盆的 就直接寄过来了 然后我呢 我呢 当时还没有 就是 就像现在这样 花很多心思 在养多肉这一块 然后我当时就直接放在阳台上 结果 没有过多久 它就全部晒干了 就死掉了 就连那根 其实都干了 所以 你没有天天关注一下 我当时 对当时就是没有 没有去关注它 因为我还是像之前一样 觉得多了 那你就放在阳台上就好了 有阳光 然后偶尔看一下它 就好了 结果没有阳 突然有没有一个月 而且死掉了 然后温度也很高 三十多度 对呀 还不太会新手 新手的 我现在就是 因为重庆这两天 温度比较高嘛 就前两天温度很高 然后尤其是中午的时候 好 就是三十五六度嘛 然后我昨天 整天我就特意把它 从阳台上搬到 就是房间里面 让它们凉快一下 不要一直曝晒 但是以前的话 我就想着 它不是喜欢阳光吗 多晒一下 你看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的心思 花在哪里 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